他們會不會覺得 琴姐怎麼第一次來拍戲這麼帥 這麼帥 激情作就是怕被說太準 鍾心靈給小鮮肉吹 風扇早巨 雄神之類的東西 不應該是這不得性吧 誰關你啊 我只負責保護兒童 所以 愛奇藝原創開劇不良 執念情廚師找來真人塑及 以前與鍾心靈演出 三人的角色還乖乖的 石頭霸在裡面飾演的就是 兒童的守護者 人情道上面會有一個 大人牽小孩的圖案 我就是飾演那個小孩 不是啦 我是飾演那個大人 你在這裡面有點像 黑社會大流氓 想拼命洗白 對 可以把自己的動作放慢 語數放慢這樣 手勢拿掉 這個角色呢 其實他是一個看起來 本來以為他很無害 但其實呢 在靜美的心裡面 是一個非常的扭曲 善渡 心胸比較狹窄 會一直覺得 這個世界對他不公平 明星之前是不是跟你要過一個 你的髮夾 我好快去問奶奶 奶奶說不要給他 他媽媽怎麼那麼小氣 這麼有錢 居然我女兒要一個髮夾 都不給 都不給 因為我看著小孩的眼睛 講話的時候很不自覺 那個母性就爆出來 所以都要收 一直收 有時候一不小心 某一個moment 有一點點就被導演抓到 然後你就說有點溫暖喔 其實靜美的個性跟我的內心很衝突 完全不同 然後我要去建構一個這樣子的個性 在我的生活當中找我曾經看過的角色 還是我曾經有哪個朋友 可以當我的角色目標這樣 所以我第一天進劇組的時候 其實那天壓力非常的大 前一天還有先跟我的經紀人和助理都有說 你們今天都不要問我任何 跟林靜美無關的問題 因為那天我要非常非常的專注 然後把自己就是 hold在那個狀態裡面 大魔王 真的 我剛剛都不敢跟別人聊天 他們會不會覺得 琴姐怎麼第一次來拍戲這麼帥 都不跟人講話 那個娃娃 是我女兒 七年前被綁架 失蹤了 她做了一個仿真娃娃 一模一樣 然後放在儲窗旁邊 你不要這樣的看著我 我的臉會變成紅蘋果 她是一個很有藝術氣質的女生 是一個媽媽 那個我要怎麼了嗎 我在哪裡看過她 對不起 我不錯 不錯 以前都會覺得 喔跟一些 年輕的演員啊 或是什麼 可是這次真的會更有一種 小鮮肉的感覺 就是自己年紀越來越大 然後現在又越來越年輕 差距很大 你追 我不忍 我不會忍 我不會忍 你等一下又六塊了 我身體不好 汗流不出來 她是體貼 沒有啦 千萬不要這樣子 是不是 你就得起 很快 你怎麼想看 不要這樣子 你怎麼想看 但是要像這個